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与过首都机场二号三号航站楼建设的李建华 李建华是北京城建新机场航站楼核心区建设的项目经理 面对这座庞然大物 李建华对每一处细节如数家珍 钢结构下方就是蔚来新机城的后机大厅 放射状的设计大大缩短了登机距离 你猜猜整个这么大的网站呢 一共有几颗柱子 我数一下 这有一个 两个 三个 然后四个 18万平方米的航站楼核心区只由八根C型柱支撑 C型柱之间的无柱空间能放下一个完整的水立方 这样的设计形成了巨大的光谱 节能的同时也为旅客提供了最大化的公共空间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即将建成北京新机场的核心区了 从这一块 然后到最远的登机口 距离也就是六百米 不行了 不超过八分钟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更方便的设计 就是在这个地下面 就是高铁站还有地铁站 可以说是实现了真正的零换乘 未来 高铁 地铁 乘际铁路 将在航站楼下方设站并纵贯穿过 这里将形成中国规模最大的空地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 为降低轨道高速运行的震动对航站楼的影响 工程师们决定在航站楼的一层和负一层顶板之间的结构柱上 安装1152个橡胶隔阵之座 这也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隔阵建筑 航站楼的屋顶专门为新机场研制的隔热不隔光的特殊玻璃 与12300个由机器人测量定位的球形节点 6万多根钢管支撑器的屋面网架结合使用 使航站楼屋面能够承受巨大的压力 美观性与实用性功能兼具 在航站楼主体建筑的周围 四条跑道的施工也进入了关键期 运营初期 这里目标设计每年迎接62万架次飞机起降 每架飞机数十吨重的平板碾压 是对跑道施工的巨大考验 为保证跑道在高频次碾压后不会变形 工程团队研发出自动强夯机械控制系统 这是全球第一次在强夯施工过程中实现全程监控 那我们先可以看到他正在做第11机的一个落锤的情况 如果他完成了所有的他的航机的作业 那么他的航坑颜色就会从蓝颜色变成绿颜色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航坑周围还有白颜色的航坑 那么这个代表了他这个航坑的作业还没有开始 同时的话我们看到还有绿颜色的航坑 这个绿颜色航坑就代表了他已经完工了 这座设计里面人性化工艺严谨的新机场 在2019年10月将迎来他的第一批乘客 精进的一体化首先要交通一体化 通过北京新机场的建设 解决了航空出行的这种需要 同时把地面交通也形成了一体化的这种客举 当然我觉得北京新机场的建设 还可以赋予雄安新区 随着非手术功能的输解 一些产业的转移 雄安新区可以借助北京新机场 能够更快更新的发展起来 作为国家发展新的动力员 北京新机场这个空港产业 城市一体化的特殊城市单元 世界交通重要枢纽 他的建成将进一步夯食首都城市功能定位 带动经经济向世界的开放 成为东方大国和世界各国开展友好合作的 新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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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